约尔书 约尔书篇幅很短 包含一组既有感染力又令人费解的预言诗 与其他先知书相比 约尔书非常独特 有几个主要原因 书中没有讲明作者的写作时间 极有可能是在以色列人被鲁归回之后 写于以色拉和尼西米的时期 因为作者提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 但好像没提到任何一位王 另一个特殊之处是 约尔显然非常熟悉其他的圣经书卷 他会间接或直接的引用 以色亚书 阿摩斯书 西方亚书 纳洪书 俄巴底亚书 以西杰书和马拉基书 甚至出埃及记 这与最后一个独特性有关 约尔没有指责以色列任何具体的罪 同其他先知一样 他宣称神的审判将会对付以色列的罪 但他没说为什么 这很可能是因为 约尔假定你像他一样 读过其他的先知书 早已知道以色列所有背叛神的事 以上三个特点能帮助我们理解这卷 短小却迷人的先知书 约尔是一位专注于研究 早期圣经书卷的圣经作者 对这些书卷的反思 让他明白当时所发生的苦难 并让他对未来产生盼望 让我们深入的了解一下 这卷书的内容 在第一章和第二章 约尔策重谈耶和华的日子 这是很多先知书的关键主题 那些书卷描述了从前神险大能 拯救以色列或者对抗罪恶的事 比如出埃及记里的瘟疫 但很多先知认为 这些过去的事件指向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那时神会在他的子民 甚至万国之中战胜邪恶 把救恩带给整个世界 所以在第一章和第二章 约尔将两手平行师放在了一起 他们都集中在这个主题上 第一章是关于过去一个 耶和华降灾的日子 作者一开始便宣布 最近要发生的一场灾难 一大群蝗虫摧毁了以色列 他对这群蝗虫的描述 让人想起当初神击打埃及的日子 就是出埃及记十章中的第八灾 但这一次蝗虫被派来攻击以色列 所以约尔呼吁长老和祭司 带领人民悔改和祷告 然后约尔自己开始悔改 并同所有的祭司一起悔改 接着是第二章 他采用了相同的结构和思路 约尔宣布了另一个耶和华的日子 这次是关于未来 而不是过去的事 是关于一场即将临到耶路撒冷的灾难 他一开始描述了另一队仿佛蝗虫的攻击 但他用了军队和宇宙的异象 蝗虫变成了神的军队 好像骑兵和士兵 在行进中 他们沿途吞吃所有的东西 太阳变黑 地大震动 约尔说 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 谁能忍受得住呢 约尔再一次呼吁人民要祷告悔改 他讲到应该怎么做 撕裂心肠 不要撕裂衣裳 并归向你们的神 换句话说 约尔知道有的人为了脱离灾难 只是表面悔改 他说神不想看到这样的悔改 神想要真实的改变 希望他的子民远离自私和罪恶 随后 约尔讲到以色列为什么应当悔改 因为神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引用的是出埃及记的经文 神如何赦免了以色列民造金牛犊的罪 约尔从这个故事中认识到 神的怜悯和慈爱 比他的愤怒和审判更有能力 所以他带领祭司进行悔改和祷告 祈求神饶恕他的子民 这两首诗之后 场景忽然一转 我们看到神对约尔和百姓的悔改 有一个简短的回应 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 连续他的子民 然后神说 他会扭转在耶和华的日子里毁灭性的后果 从审判转向救赎 他会打败威胁以色列的侵略者 大概就是之前提到的蝗虫 他会把他们全都赶到他们当去的路上 他会恢复被破坏的土地 让土地再次富饶 充满升级 同时神也会临到他的子民中间 所有人都将真实地经历他的同在 到目前为止 这组诗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约尔带领神的子民看到 他们的罪遭致灾难和神圣的审判 但满有怜悯的神总是给人盼望 约尔从过往这些经历中看到将来主再来时的景象 所以在这卷书的最后部分 约尔又写了三组诗 与之前神的三个回答相对应 他再次引用其他先知书里描述的景象 将它们编织起来 扩展成一个让所有受造物得着盼望的景象 首先 神与子民同在的盼望 扩展成一个应许 将来有一天 神的灵就是他亲自的同在 不仅会充满圣殿 而且会充满神的子民 在这里约尔引用以赛亚书 耶利米书和以西节书中的应许 神的灵会改变他的子民 并赐给他们能力 使他们能够真正的爱他 跟随他 然后约尔用神的应许来对抗正在逼近的侵略者 在他的眼中 这些肆虐的蝗虫 就像当时那些又傲慢又凶暴的列国 践踏欺压以色列百姓 于是他引用以赛亚书 西藩亚书和以西节书中的应许 就是在末日 主再来的时候 神会对付列国中的罪恶 让他们承担自己暴行的后果 并用公义纠正一切错误 最后 约尔描述土地被恢复的景象 同时看到所有创造被更新的盼望 他引用以赛亚书 以西节书和撒加利亚书中的应许 说神在末后施行公义的审判之后 整个世界将会得到修复 成为一座新的伊甸园 神同在的耶路撒冷会有河水涌流 更新整个宇宙 约尔书的结尾提到 神的宽恕和怜悯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创造 约尔书篇幅短小 探索的却是意义深刻的观念 人的罪和失败毁坏了整个世界 而神何等渴望施怜悯 给那些真诚认罪的人 所有这些都将带来盼望 终有一天 神会战胜这个世界和人心中的罪恶 他的同在会医治和更新一切 这就是约尔书的经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